拜访了纽约传统的乔社 很多的乔社呢 也特别准备了武龙武师来迎接侯友宜 整个人山人海 非常的热情 现场的这些情况 我们连线给记者李一璇来告诉我们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马上带来关心呢 现在呢记者就在美国纽约的唐人街这边 那么呢今天下午五点半的行程呢 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也来到了唐人街这边呢 要来参加这个桥宴的一些相关的行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好友宜现在已经到现场了 那么也做到了桥民热烈的迎接 大家呢还有武龙武师还有超罗达鼓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 加油 加油 好了这个呢是侯友宜来到美国纽约 今天的第六个行程呢 那我来到了唐人街的中华公所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 桥民呢都准备了这个武龙武师 还有超罗达鼓呢 要来迎接现场非常热闹 非常的吉祥的感觉 用最热闹的方式呢 来迎接侯友宜 而她现在也抵达会场了 大家都欢迎她的到来 尤其呢不少的桥民 是在今天呢 小一点呢就从特地 从后去等地方呢 赶快搭着车程 经过三个小时就来到现场了 那么呢早早就来这边准备 就是为了可以跟侯友宜握到手 看到侯友宜一面了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